LEO 聊世紀 TNT的目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危機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 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 危機人 道特 危機人特色 擁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 所以他的經濟 是遊戲裡面 最好的文明 那危機人的步兵 血量加成非常的多 後期 奴兵可以升級到 狂暴 戰士幫 強奴可以高達11點 但是缺點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在對射的情況下 射速可能會有射輸人的問題 那危機人的馬是比較弱的 沒有更動技術跟品種 但是一些特殊情況的時候 也是會轉出重裝騎士 去做主力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印加人這邊的文明特性 那印加人的文明特性呢 是所有的食物單位 都會有折扣減免 劍勇 槍兵戰 矛頭死守 還有槍隊長 老鷹 這些東西都有所謂的食物減免 所以印加人呢 在前期很適合打這個槍矛前壓 再搭配這個劍塔前壓壓制打法 那這個打法呢 我們的世界冠軍 HERA有在紅油杯使用過 那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印加人的槍矛前壓也是非常強大 甚至他在阿拉伯也被很多高手 評為T1文明甚至T0文明 那印加人後期呢 他的知物盾可以讓老鷹 遠房高達10點 非常的坦 甚至連這個馬功都射不太穿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地圖方面 看到的是前面有一塊黃金 下面則是有一塊 兩個黃金的位置 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都是偏正面 而且在附近都沒有墓區 只有這個墓區稍微靠近一點 但是這裡有個高地 所以這邊TC也是敲不下去的 防守來說的話 應該也是要靠插寶去防守 開TC防守會比較困難 那這邊如果也是開TC的話 會有個問題 這裡只要黃金一挖碗 旁邊的墓區都有點遠 一來一往經濟就會很差 TC還是盡量開在墓區旁邊 會增長速度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維京人這邊 維京人這邊的黃金在後方 右邊有一塊黃金在這裡 兩邊的黃金位置都差不多 但是DOT的感覺更好 黃金在木頭旁邊 這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主經位置在這裡 那木區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DOT的黃金是OK的 但是木頭是比較偏前面的 接下來就是比較遠一點的後方 只有這兩塊比較能用 其實這塊有點勉強就是了 還有這一塊 那就要看一下DOT會怎麼為家了 好DOT這邊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印加人這邊已經封建時代補下 棒棒並沒有按 這個並不是一個極限棒棒的配置 所以不用擔心 是單伐木場 很有可能是要走槍矛 槍矛 這裡棒棒不會按 這裡按的話就夠怪的了 OK 好 這邊走槍矛前壓 待會要存一下木頭 好馬上補射箭場 媽 先按老鷹 先按個槍兵 呵呵 那之前有看過一些職業選手 一上封建時代的印加 先按老鷹 然後雙老鷹 去壓制這個村民 跟槍兵的路線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打法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因為對方只要落馬開 基本上就可以打掉這個老鷹的策略了 那這一把印加人是走了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直接補射箭場 並沒有走一些奇怪的按老鷹 按槍兵是正常路線 好 好 那這邊印加人 沒有補黃金 所以槍矛前壓的可能性更大 道德則是三裝甲 好 給壓力 那這邊可以看到 裝甲的血量是比較多的 54滴血 跟這個 法蘭克的輕騎兵 在封建時代一樣 都是54滴喔 血量是蠻多的喔 而且這個傷害值還比肉馬還要高 好 但是問題就是能不能摸到人 這就是個大問題 好 那現在印加是槍矛 防守 點下了一級射 增加一下傷害 不然打不動 毛兵只有兩點傷害 有一級射 才會變成 好 打這個兩點 好 不然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好 有一級射之後 道德也轉出了毛兵 並不是轉肉馬 而是毛兵喔 這就有趣了 好 那轉肉馬的好處是可以壓制毛兵 但是缺點是喔 轉肉馬的話 對方槍兵是沒有辦法防的 所以為什麼要轉毛兵去防守對方的毛兵喔 這是有他的原因在的 而且維基人後期也不太能轉成馬 作為主力 所以這邊轉毛兵會比較正常一點 好 那道德這邊是三裝甲 之後送光之後轉出了毛兵 現在兩邊互丟 長矛 脫脫時間 這個段時間都被我稱為 阿拉伯的垃圾時間了 就是你丟我丟你 兩邊還不一定丟的太到 除非貼近 哇一講完就貼近了 OK這個貼近 贏家人 有機會被收光嗎 結果被收光的好的是道德 完蛋了道德 這邊毛兵好像有點打輸 按了一隻裝甲過來勸架一下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阿 OK 用裝甲勸勸對手之後 垃圾時間 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兩邊都出毛兵 就是封建時代的超級垃圾時間 我們這邊稍微看看 秀一下誰毛兵秀得更好 好都沒有人轉馬反制毛兵 那硬家人的話 這邊是要轉老鷹了吧 不轉老鷹的話 沒有優勢 沒有優勢 好果然再轉老鷹囉 那這邊要不要補個兵營呢 這裡是單軍營出老鷹 老鷹的產能會有很大的問題阿 產的速度太慢了 好趕快補趕快補 我就想說你要打老鷹還不補 哎呀這個是在雷阿 OK那硬家人 老鷹補了下去 那通常老鷹喔 這個文明都可以打這個 三軍營 爆老鷹的打法 但是老鷹呢是很害怕 建兵系的 我們來看一下 DOT這邊建兵要怎麼打 DOT這邊是轉出了 長劍兵壓制 OK那維京人 現在也有這個軟甲技術 好但是老鷹這一戳 戳到突破血量 但是長劍兵直接手撕掉了三隻老鷹 老鷹直接被砍掉 後面直接補下了城鎮中西 這一波長劍兵直接無雙開吃 想抓誰就抓誰 你的毛兵打不贏我 我長劍兵血量多 72滴血 好麻煩 72滴血是真的多啊 好這邊直接手刃 兵工場 頭使手登場了 頭使手登場速度還蠻快的 但是第一波登場的時候 並沒有操作好 頭使手直接被 被長劍兵給壓了回來 硬家遇到這個情況 其實很頭疼喔 射箭場又再補一個嗎 現在只有一個鏟而已 好這裡補下3TC 開龍 稍微小打小弄一下 這一波到頭又再次上前 頭使手只有三隻的數量 不太能打 還是需要透過拉打才行 那這邊透過拉打的話 會耗費非常多隻手 好速喔 可以看到維基人這邊血量掉的很慢啊 這個頭使手到底有沒有丟出去啊 看起來是 沒什麼傷害值 好維基人這邊殘血的長劍兵很多 但是這裡毛兵跟頭使手血量 已經非常的殘了 維基人也補下了3TC 這一波就是你追我跑 頭使手有機會就回頭打殘血了 哎呦 開始打掉數量了 三隻頭使手開始拉打 剩下幾隻 能夠追得到嗎 好像有點機會全拿頭使手 但是後面有一隻躍躍 這個狼在追 好但頭使手又過來了 直接擋住 好維基人 看到對手轉頭使手 那自己的步兵 十字八九四沒什麼六 那待會有反制的話 可以考慮選擇 弩炮 頭使車 或者是戰毛兵 甚至於攻兵路線 都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那如果走攻兵路線的話 可能喔 會被對方給壓制住 原對方直接轉戰毛 就會很好打 戰毛配頭使手 就可以壓制維基人這邊組合 所以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道特的 違基人 會怎麼打 好 頭使手這邊丟石頭 把村民丟到頭或血流 頭使戰隊 再丟一下 好 頭使手來了 你丟小顆的石頭 我丟大顆的 看誰的石頭比較硬 拍得到嗎 有點困難 沒有拍到 好下方這裡 常見兵 已經打爆了一個兵工場 這裡收村 反擊一下步兵 維基人的步兵 在前期來說 用處不大 但沒想到道特 嘗試在城堡時代 跟封劍時代 都選擇了棒棒 壓制 好家裡有頭使手囉 道特這邊要撤退了 好這一波 硬家的頭使手 又溜了進來 這一波直接一個拉打 常見兵被逼退回去 TC射倒兩隻頭使手 還有七隻 現在這七隻 可以做到更多事嗎 哇這個被溜進來 真的有點麻煩喔 好 維基人這裡沒有打算 要轉戰毛兵 而是用一個奴炮 頭車防守式 好 硬家這邊則是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武炮串一下 殘血的跑掉 那現在維基人 家裡沒有繼續轉出更多步兵3TC 農上去 待會要來點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的話 硬家人有幾個選擇喔 一個是轉槍隊長 維基人則是轉維基狂戰士 那如果維基轉 強弩的話 硬家這邊就直接轉戰毛應對就可以了 好 那戰毛配槍隊長 或是配老鷹 都ok 那如果遇到大量步兵的話 頭是手 就一直繼續按 好 那贏家這邊是決定要轉攻兵了 維基這邊沒有打算 要轉兵 而是繼續按出了常見兵嗎 步兵按下了更多 ok 這裡不打維基狂戰士 而是選擇了現有性 好 這波頭是手過來有彈道學 打圍巾的步兵非常準確 頭是手這邊高打低 打頭是車傷很高 但村民沒有辦法來得及過來修理了 應該是十拿九穩 好 但是這邊讓劍兵有機會可以摸得到 這裡頭是手 但是摸到幾下頭是手又要暴斃了 這兩隻村民在勸架 但是頭是手卻不理 ok 開始要離這些村民了 這一把道德損失的村民有點多 開刀花到十村 好 這個就是沒有轉戰毛兵的一大問題 好 維基人 道德鐵頭 我不管 我就是要劍兵砍爆你 哇 這個傷害有點炸裂 但是頭是手移動速度比較快 可以拉開距離稍微反打一下 好 道德這邊三級 步兵鎧甲 雙手 劍兵 軟甲都點了 好 有軟甲之後應該就會好比較多一點 頭是手直接被逼到角落 直接暴斃 被砍死 這外面的巨型頭是機已經架起來 而且這根寶也沒有機會可以蓋好 道德現在有點難受 好 存一些肉 要不要點 劍兵勇士呢 46片田 這邊有點小小難受 好 運家強弩也升好了 好 城堡現在是 才剛補下第一台巨頭 但是運家已經第二台了 魏京也順利轉出了劍兵勇士 前期道德打的算是蠻硬要的 就是用劍兵一直在拖時間 還有投車奴套 去做一個小型的壓制而已 跟防守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門 道德直接手撕城門 打掉了 然後 手撕 巨型頭C 強弩去哪了呢 這裡在偷撿生物 好 強弩回來 結果來不及防守 兩台巨頭直接手撕 好 但是道德這邊的劍兵勇士 也沒有辦法做更多事情了 但好消息是 兩邊的巨型頭是機數量 現在是道德已經領先了 好 這一波射角後放生旅 好 右邊城堡 繼續 攻城當中 但是道德又要鐵頭了嗎 弩炮串燒 但是完全沒有 三台弩炮直接被點掉 好 這裡 槍弩又射了進來 哇 很麻煩啊 攻兵流進來了 道德依舊不轉戰毛兵 真的很硬要 但是不轉兵的好處就是 可以一直用劍勇去 無腦衝鋒 店家看到 道德這邊鐵頭 那我就 不客氣了 直接走進去 沒有反制兵種 鐵頭一波的道德 能夠帶來勝利嗎 這個劍勇看起來是越來越難出了呢 好 這裡手撕開始 劍兵勇士數量越來越多 攻兵數量開始變少了 好 右邊這些強奴也是 被擊殺掉了幾隻 但是又有更多的 強奴在繞位 看抓到更多村民 道德這邊史上已經來到了41村 三臺巨頭 繼續攻城 道德這邊的想法就是 用劍勇 一直AA到對方 要一直去操控強奴 然後再用劍變武士 瘋狂拆掉對方的巨頭 那應家人的黃金消耗就會變得很快 而且這兩塊黃金根本守不住 劍勇一直把巨型抽屍機給拆掉 黃金庫存消耗其實很少 雖然強奴看似是領先 對手會有克制復兵的效果 但是現在升到地獄之代的劍兵勇 是遠防很高的 有這個軟甲是1加5 遠防是6點 而且血量是84滴血 強奴射的話 確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沒有那麼容易可以急殺掉 那遊俠的話 遠防是7點 這個劍兵勇是少人家1點而已 但是價格是真的便宜啊 而且圍禁呢 還有血量加成 應家人這裡不轉出大量的投石手跟強奴的話 勢必是會很難打贏這場比賽的 好 右邊的野精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這邊偷挖石頭還沒有被發現 有點開心 挖了有點多 好 最新偷襲 看到這裡又有城堡 我再來拆 那這一把應家人的槍隊長 應該就不會登場了 基本上城堡已經所剩無幾 這個城堡要是在掉的話 好 那就尷尬了 那維靜人不轉戰毛兵 有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要看到應家轉老鷹喔 要是應家轉老鷹的話 維靜人 就還是要勢必轉出 劍兵勇士 或是狂戰士 那現在 DOT的想法 就是一直狂出 去劍兵勇士 但是很明顯 現在槍隊賞 猴死手 強奴都出現之後 劍兵勇士有點扛不太住囉 這是一大問題 好 右邊補了一個軍營 開始多線進攻 好 這裡 黃金又補了一塊 城堡 好 先用這邊再次殺老 投手過來防守 走 強奴往前射 這裡 被射倒了幾隻強奴 繼續 DOT想要吸引對方的強奴過來 好 後面的投手被吸引住 好 後面城堡 總拆掉了 DOT現在四巨頭 攻城成功 好 現在右邊有大量投手 這一坨劍勇應該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 投手應該可以很快回防 好 證明這一波 四台巨頭 打一台巨頭 DOT現在不急不慌 慢慢來 劍兵勇士繼續出 指出劍勇的微精人 你敢信 經濟型文明 DOT 直接領先對手 快要三千支援 劍勇直接殺了進去 開始多了 多起來 運家人並沒有看到 家裡自己在著火了 好 這裡一直用劍勇 去吸引對方的強無跟投石手 過來撞城堡 這個城堡已經擊殺了十三隻的單位了 好 這裡手撕沉在中心 終於被打噴出來 趕快跑 投石手終於來了 這裡早該拉幾隻投石手過來救一下 感覺運家人有點控不太過來了 這裡要控修理巨型投石機 還要控後面的經濟 這裡巨頭直接被手撕二十九隻的劍勇砍爛了 哇靠 這一波 手撕城堡 好 投石手也不行仰臉的 往前開丟修巨頭的村民 到達這一波村民修到沒有資源 好 全部手撕掉 好 這裡再丟 投石手還是解不平衡給力 好 家裡最後 見兵有事 都被處理得乾乾淨淨 運家人 現在要轉型也很困難 也沒有老一種選項可以轉 要轉也是可以啊 但是現在 光是出強奴跟投石手 還有工程系黃金就來到了極限了 但是轉型的話也是要去對方家裡騷擾 但是要騷擾的話 也會很容易被劍勇給擋下 運家人在這個時間點有點尷尬 哇 這就是道德不轉型的原因嗎 不轉其他的兵力 就只打劍勇 哇哇哇哇哇哇 這裡砍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投石手上高低 好 但投石手這邊丟石頭很快喔 劍勇倒地速度也超級快 全部搞定了 但是家裡已經BBQ 為了控那一坨投石手 家裡也是一團亂 硬家家裡的經濟現在是一團招啊 好 劍勇有事 開始往前 巨型投石機 開始要控圖 那還好現在硬家人 上下兩塊附金都挖完了 暫時沒問題啊 哇 可以看到這邊投石手 擊殺數已經破百了 一百零一百一一百一十二 還在增加擊殺數 太多了太多了 哈哈 這一坨投石手 來到了一百二十四的擊殺 劍兵猶士全部被投爛 哇 只能說硬家投石手 還是打步兵很好用 但是道特也沒差 我就繼續出劍勇 但是現在好像黃金來到劍底的關係 道特決定劍勇噴完之後 準備要來噴嘛 噴騎騎兵 想要直接一波帶走 好 這裡劍勇多線 達到硬家經濟有點炸裂 這裡是硬家的最後一塊黃金了 好 劍勇又再次成功拆掉了一個 城鎮中心 好 但從車來 摸不到 道特這邊 殿下的星期變升級 開始轉馬了 要噴了 還以為你真的整場只用劍勇 劍勇出了五十四分鐘 終於要轉型了 這裡黃金真的所剩不多 最後還是得靠垃圾兵大落馬 搞定一下硬家人 現在硬家人寸一出只剩八三村 現在要控好經濟 還是要先把田回去種一下 這些田還是要繼續種才對阿 好 看一下雙方這裡 維京人 手撕 城鎮中心 砍得很快 好 全部收掉 硬家人 經濟炸裂 現在 硬家人要打贏要怎麼打呢 好 拉了一堆投尸手過來 有沒有投尸手 有看到右邊的兵嗎 有 劍勇一直出來 一直被投爛 但是道次好像完全不在意 你要投就投吧 劍勇我就繼續出了 好 上方的老鷹 就有點小小的追逐 OK 這一波之後 看起來 硬家人 經濟稍微有點 慢慢好轉 開始有點手下了 但不多 寸數只要七十五村 但至少 投尸手還是稍微能夠擋住 劍勇的進攻 但是這個劍有量真的好多阿 好 但是肉馬準備噴出來了 投尸手現在也擁有祖宗權 開始出門了嗎 肉馬有沒有可能先解這一坨投尸手呢 好 巨型投尸機又架起來了 趕快跑 趕快跑 好 好 開始噴了一大堆的馬 四十幾隻馬 我看 硬家看到這些馬 看到就想投了 直跌低均盈 這時候硬家應該有感應到什麼 快跑 有建築物地方趕快跑 好 防止低調 開始衝過去 包抄 哇 這一波難受 但是沒有包起來 肉馬直接失業沒關係了吧 OKOK 這波拉打 硬家人 最後碰了 吃光 好 看到這邊轉肉馬的情況 硬家人現在很慌 沒有黃金可以轉大槍兵了 中招長槍兵先按一下 這 怎麼還不投呢 是我就投了 這個看起來很絕望 好 你也 連DOT也在玩這個 巡邏移動 OKOKOK 巡邏攻擊 砍很快 這個傷害 笑死 是說 WTF 呃 笑了 我也笑了 那這一招 只是說 實戰上 不是那麼的好用 不是那麼的好用 新手們喔 問說這招好不好用 我一律回答 學這個 不如先把基本功搞好 反正比學移動 這個 堅守崗位 巡邏更好用一點 這個東西就是娛樂性質的東西 娛樂性質的 當然他 DPS跟實戰上來說 特殊情況是用不到的 手術夠多的話 再來學才有意義喔 當你手術不夠多的時候 還要學這一招 有時候是把自己給搞死了 就很尷尬 好 運家這邊大量補去贏 肉麻現在是無法無天 想打誰就打誰 哎呀 運家人 轉出槍壁 應該也是絕望 好 應該這裡都是垃圾 時間了 不用看了 運家人只在脫台錢而已 看起來就是 戳不完 這個戳得完我跟他是 不可能戳得完 好 運家人這波 好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哇 道德最後是出了 371隻的 劍兵勇士啊 這個數量非常的狠 那投資手則是出了147隻 數量也是蠻龐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 有黃金、食物、木材 有道德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食料的話稍微小輸一點 後期的四贈物黃金 也是源源不絕 可以繼續出劍勇跟工程器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